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耶稣的弟弟雅各 在当耶稣受死复活之后 受人敬重的犹太基督徒领袖 并且他对于追随耶稣的一些教导 以及提醒 他就随笔显成写了下来 并且当时就寄送给分散在罗马帝国 各地的犹太基督徒 之后这些书信就被集结成册 就成了我们今日所读到的雅各书 我们可以用两个部分来看雅各书的第一章 第一个部分是试炼与智慧 第二个部分是行道与听道 试炼与智慧 雅各书说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明明就是考验 是试炼 怎么会喜乐 有办法忍耐呢 雅各的这段话 让我想到台湾军人当中 精英中的精英 挖人部队 在成为挖人之前 要先经过九州的魔鬼训练 这些训练除了强度很强的体能训练 更大一部分是意志力的考验 包括在冬天里面 跳进游泳池里面 或者是三天不合眼的练习 入夜里以后出海的巡视 更是常态 在训练的场合当中 都会放着一个钟 如果有人想放弃 就可以去敲钟 说出自己的名字 说他不要再接受练习了 但这些都还不是结果 天堂路更是这些挖人的最终考验 过程苦不苦 非常苦 痛不痛 非常痛 但是当经过考验的那一刹那 他的家人 他的朋友 甚至训练他的长官们 都会抱在一起 因为他而喜极而泣 弟兄姐妹 我们跟随耶稣的路 也是天堂路 是舍己的路 是要经过考验的路 既然有考验 就会有苦楚 但是 我们持续下去的动力 是什么呢 是信心 是相信 耶稣走在我们前面 他就在我们旁边 陪着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而我们最终 因为他 最终 一定能够通过考验 而疑惑是什么呢 就像去 想要敲那个钟 想要放弃 就很难支撑下去了 所以雅各说 心怀恶意的人 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没有定见 除了有信心 经过考验 这还不够 还需要有智慧 就像这些蛙人 所经历的训练 光有体力 意志力 也是不够的 在训练过程当中 需要团队合作 需要想策略 需要有战术 不然就只是 突然有作战的兵器 但却不懂得如何打仗 接着雅各继续说到 试探与试验 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呢 目的不一样 试验是为了让我们通过考验 在信心上面更加成熟 茁壮 但是试探是为了让我们跌倒 在信仰的道路摔倒蒙羞 甚至想要离开这条路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有智慧来分辨 到底是什么是从神来的试验 什么是从魔鬼来的试探 神虽然会试验他的仆人 加强仆人们的信心 但却不会刻意引诱他们犯罪 以至于摧毁他们的信心 所以雅各说 神不能被恶试探 也就是神不会用恶来试探人 因为各样美善的恩赐 和各样全被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在神只有美善 就不会有让人跌倒的计谋与试探 计谋和试探是属于魔鬼的 也是在人的心没有神的状况下 思域牵引出来的结果 最后雅各说到了 听道与行道的关系 听道与行道应该是同一件事情 就像受洗应该就是 脱去救人穿上新人的关系 照理来说是同一件 但是人的软弱和罪性 常把两者分开来了 甚至有时候毫无关系 有一位牧者曾说了一句话 我印象很深刻 他说世上最远的距离 就是耳朵与心的距离 听道之后 言行举止是我们的行道 而我们的行道 与我们所听见的道理相符合吗 雅各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挑战 就是让我们从勒住自己的舌头开始 不说八卦 不道听徒说 不背地里道人长短 也不说出负面的话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信心 智慧上有长进 带出成熟的基督徒生命 并且在行为举止 生命的外在上面 让人认出我们是基督的好仆人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透过雅各书 我们发现 我们不是光光喊着 我们相信我们可以而已 而是我们要能够将所听见的道 活出来 主要帮助我们耳朵与心的距离 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短的距离 我们听见的时候就去醒 没有第二句话 虽然会有苦 虽然会要放弃自己 但是因为你 我们愿意 愿主来带领我们 我们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